我每次到牙医那边 我都觉得是好可怕的事情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古人也有 他说用这个东西就可以取坏牙 用茄根 用马尿 进几天 晒草为末 然后呢 用这个药粉子 去点到坏牙 这个笔就好了 等一会儿是不是 会跟大家介绍 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治牙科的 我记得在 在传法的这本书里 里头有一个治牙科的方式 它是用黄药水呀 在这个 在坏牙里边做一口气 就把那个牙给拔了下来了 那么这个呢 我就讲 出故事后 有能够这样 好了 你就问 哎 为什么可以呀 很多人就喜欢问 为什么 刚才 刚才胡一说 就是这样了 就这么 就学了就好了 但是 我们还把它理由 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看 茄子啊 既然跟牙科 有非常非常深的关系 为什么 大概就是能够使它无痛 你看啊 茄花是金疮牙痛 茄根是牙齿痛 茄笔可以是丰柱牙痛 也就是柱牙 然后呢 隔年的糟茄子 就是把茄子啊 就是把它给发酵过了 糟茄子 把它稍微可以治牙齿肿痛 黄茄的肿子可以 咐虫牙痛 有此可见 他就是说可以 痴痛 而且杀菌 大家都知道 茄子是有毒的 杀菌 然后再来看 马尿呢 马尿曾经有过 这样子的一案 就是说 有人 有人 是得这个所谓 心腹的病 结果呢 他这个病啊 不能好 刚好这个人 他的仆人 也有这种病 仆人早死了 死了以后呢 结果从身里面 爬出来的一个像 鳖一样的一种动物 刚好 他就把那个鳖呢 就把那个绑起来 放在银盆子里头 有一个人 骑了一匹马过来 那个马呢 在那里一撒尿 那个鳖 马上就缩头 医生看到了 啊 这个一定可以治 就是说 心腹之病 可以用这个东西治掉 结果呢 就把这个 把这个马尿 给了这个 这个父母 喝下去 结果这个 这个父母的 这个心腹之病 也就好了 表示说 这个原来马尿 它能够怎么样 它能够治那种 很坚硬的东西 也就是说 里面的所谓的 憋针之类的毛病 它可以治坚硬的东西 因此你看 你的牙齿 不太好了的话 你要拔牙 你可以用马尿 让那个坚硬的东西 变松变软 然后有茄子呢 让它止痛杀菌 这个东西就掉下来了 所以呢 治牙 你就拔牙 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特殊方式 只能做个参考 再来看 我们古时候的人 治病 他们都很注重 药物的制作 那药物呢 除了药物以外 水也很重要 例如 王安石 跟这个 当时 跟苏东坡讲 说 我现在生病了 这个皇帝送了我一些阳线茶 我希望用这个长江三峡的下 那个中流水 长江桂峡的中流水 来治我这个病 要用那个阳线茶 泡了以后来喝 然后这个病可以治好 结果这个苏东坡呢 从四川这个地方往南 然后这个往东走 往东走的时候呢 他过了三峡的中峡 然后呢 哇 那个是睡着了 到了夏峡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 想到了怎么办 赶紧从夏峡 玩了水回去 给这个王安石煮茶喝 结果王安石喝那个水 一点效果都没有 王安石就最后只好说 哎呀 我的命啊 就是这样 大概这个病就是治不了了 就这样子 也就是他缘分没到 所以就不能够吃到好的水 那么我们看 古人像例如张仲锦 他用所谓的甘蓝水 甘蓝水就是什么呢 就是千里流水 就是刚才讲的夏峡水 最最最边缘的是 千里流水 把这个千里流水拿来 拉一大盆子 然后呢 拿一个勺子 挽起水来 然后滴下来 滴到水里的时候 会从水上面打出一些水心子 然后呢 用另外一个瓢 把这个水心给挽起来 那个水心就是更无力的水 比刚刚那个千里流水 还有没有力 然后用那个水呢 来治疗所谓的奔吞 奔吞呢就是 也就是这个 气从下午上冲的那种病情 那么结果 因为奔吞这个病呢 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水 来煮这个叫做 名贵干燥汤 用这个病情 我最近有个病人 叫奔吞的现象 我说了 哇糟糕了 我们现在的人 真的没这缘分 你要去找千里流水 已经很困难了 然后他叫你 我说要你拿这个勺子 咬它个几千遍 然后得到所谓的干燃水 我看你也没有了个本事 于是呢 我只好用取代的方法 什么代替的方法呢 我说你把你的自来水啊 开的时候 尽量开得小 让它一点一点一点滴下来 但是又不准取 滴答滴答的流 要怎么样 要很细的那种流水呢 流下来 然后接着那个水来 煮这个钥匙吧 我也就只能够用最没有办法的 这种办法来去运行 那么这个病呢 才能够治好 那才还有了 古人治病的时候 常常要找病的最基本的原因 我说就举一个这个公案 就叶天士 他去治疗一个病 这个病呢 他说是这样的 有一个富翁 他的小孩 得了全身发痒的病 大概就是现在讲的所谓过病 找所有的医师都治不了 可是这个富翁呢 他就找到叶天士 叶天士呢 他一看着 这个病真的很没事 我来看看你这个小孩 是怎么样得的病 就问 那小孩就说 有一天在外面 在他们的花园很乘凉 在乘凉的时候呢 结果就从来以后 就得了这种过病 叶天士发现到了 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毛毛虫 那毛毛虫的身上的毛 掉在满了院子 各处都是 那他的那个地方乘凉 顺在那个椅子上呢 那个毛毛虫的毛啊 就沾到身上以后 产生过敏 好 于是呢 这些天士说 简单 我用一个什么 用糯米团子来治 用糯米团 你们家里面准备啊 几蛋的糯米 为什么 因为这个富翁不太有 就是 有钱 但是呢 为富不忍 不愿意 不愿意拿钱出去 还是说 捏去煮鸡蛋的米 那么我拿这个米呢 就可以治理了这个孩子 结果呢 他就煮了很多很多的米饭 煮了米饭以后呢 他只用一小团 然后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这样的摩擦 揉掉了 然后呢 就 就把他的孩子治好了 而且呢 其他的米饭 偷偷拿去捐助 让人这个 让人吃得饱 然后再来呢 看另外一个 一个病情 这个是唐朝的 一个这个 一个催眷症 主控了他 他得的病 他都变成中叶暴王 然后呢 人家就问 哎 到底怎么死的 结果呢 发现到 他是爱吃 所谓的竹鸡 爱吃竹鸡 竹鸡呢 常常吃半下 所以呢 半下的毒 要用什么东西捡 姜要捡 就给他喝一顶姜汤 就捡了 所以我们中国 中国医生 他说呢 他要发现一个病的话 必须要慢慢观察 不像现在 都是用仪器来观察 仪器 像这一类的东西 都是检查不出来的 搞不好 这个人就真的会死掉 然后呢 鸡蛋也可以致病 各位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 都知道 有这样子的 我在这里 随便提一个 例如治疗这个 红臭也都可以有鸡蛋 那我记得以前 我们工作程座里头 有一位老医生 那位老医生是一个女的 是大概在民国 十几年的时候 就在上海 中医药学校 那这个老医生呢 我也能看到 他拿个鸡蛋 在他身上磨搓 在他脸上磨搓 我说 诶 那陈医师啊 你干嘛把这个鸡蛋 往这上来磨呀 他说 我呀 这个 今天早上 他年纪大了 说今天早上摔了浴胶 这个地方 你看东西淤血 那他就拿这鸡蛋的 在这里磨一磨 磨一磨 那个淤血呢 就渐渐渐渐的散掉 那么这一个东西呢 我在最近在网络上 我就 就是翻一翻 一翻呢 就是有一个人 他就写 哈哈哈哈 你看看笑死人了 这种鸡蛋拿来这个磨 这个什么瘀青 也可以致病 这用现代的维吾思想来看的话 都会觉得可笑极了 觉得迷信 那实际上呢 真正的你去做做看 试验试验 你就想到 我在美国认识一位 越南的华侨 对我华侨呢 他教我一招 他说把鸡蛋 煮 白煮鸡蛋 然后里面放一个银币 然后呢 去磨疏 感冒也可以 或者是这种瘀青等等的 肚子痛都可以治 然后呢 好 那磨过了以后 把那个银币拿出来看看 都是黑色的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们中国早就 流传下来的东西 只是我们现在 若把它当做迷信来看 因此呢 我们现在的病就很难治了 古时候还有 治体毒也可以 也有方法治 那萝卜也很好 各位到了药房里面去看的时候 药房都慢着都跟你讲说 还不要吃萝卜 为什么呢 因为吃萝卜啊 其实你身体就会变得很好 所以呢 你吃了萝卜以后 你身体太好了 那么药房就赚不了多少钱了 所以过去有这么一句话讲 过了九月九 医生抄了手 就是九月九过了的时候呢 吃萝卜打出 那个时候人们都吃萝卜了 身体就好了 身体好了 医生呢 就把手这样抄在里面 就不必要吃 就不必去看医生 那实际上萝卜是很好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看到有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个人 他因为这个盗贼 又烟熏一个 绑洞一样的东西 那么在那里面 有五百个人躲在里头 结果通通被烟熏 闷死 那闷死的时候 刚好其中有一个人 也不知道怎么的 他篮子里面有了萝卜 里面切了片 吃了一下 结果发现了他好了 他就感觉这些片子 给他的叔叔吃了 叔叔也好了 然后他就吃下去 这些闷死的人呢 通通都就活过来了 表示萝卜还是很好 另外萝卜呢 也可以吃豆腐毒 有一次有一个 有个卖豆腐的人 他在磨豆腐的时候 做腐浆很难的 做腐浆要用什么 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去磨 结果他太太有一个 生气了 把那个萝卜汤 哐一下子倒在那个 倒在那个豆腐浆里面 结果那豆腐就解不出豆腐 好 这个时候呢 发现到豆腐浆 假如你吃豆腐 有中毒的话 不能吃 不能吃的话 就用这个什么 就用萝卜汤 来治疗就可以了 那么再来呢 中国古说的人 还可以检查出 这个人 他的病是真的是假的 有的时候 你在看病的时候 你不能分辨真假